两个男人没有女朋友 干脆从外面绑了一个回来 来到床上 他们先是绑住女孩的腿 用手铐将两只手锁在床头 紧接着 绑匪拿出一把剪刀 沿着女孩的裤子 将她的衣服全部剪掉 完事后 还给她换了一套粉色衣服 显然 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劫色 而是还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阴谋 在这之前 两个绑匪来到超市 购买了各种各样的工具 还特意布置了一间封闭式的房间 接着在路边偷了一辆汽车 甚至连后备箱 也被他们做了改装处理 一切准备就绪 两个劫匪来到女孩的必经之路 戴上头套 毫不犹豫地将女孩绑结了汽车 女孩名叫小美 是个富二代 绑架她 正是为了向她的家人勒索赎金 为了保证能够顺利拿到钱 绑匪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 他们会按时给小美送水和食物 如果她要上厕所 就在他们进入房间室打首饰 一是小号 二是大号 说完 大胡子出门打电话 小帅只能在电脑旁静静地等着 不久后 大胡子带回来一个好消息 小美的父亲同意交赎金 但嫌疑是确认女孩还活着 于是 大胡子架起摄像机 让小帅拿刀逼着小美 向她的父亲求救 视频拍摄得非常顺利 大胡子出门联系对方交钱 小帅留在屋里看守人质 这时 小美做出来要上大号的手势 小帅只能解开一边手铐 拿了一个空筒 让她就地解决 身边有人看着 小美表示做不到 无奈 小帅只能转过身 趁着这个机会 小美穿上裤子 拿起空筒 对准小帅的头 狠狠地砸了过去 一般混战 小美抢到了枪 手枪走火 子弹就从小帅的耳边擦过 小帅慌了 赶紧扯下头套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面孔 小美愣住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绑架她的竟然是自己的男朋友 小帅解释道 平时小美找她父亲要钱都拿不到 自己这样做 全是为了他们能有个幸福的未来 接着她又说到 大胡子并不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只要赎金到手 她就干掉大胡子 带着小美一起远走高飞 这时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是大胡子回来了 一旦她发现两人的关系 两个人都得死 无奈之下 小美只能丢掉枪 配合小帅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第二天 大胡子拿着勺子给小美喂饭 小帅一低头 正好看见了昨天掉下的蛋壳 小美也发现了 两人目光相处 眼神里都带着惊慌 小帅悄悄向着蛋壳移动 可就在这时 喂饭的勺子 突然掉到了地上 女孩被绑住手脚 吃和拉撒全在床上解决 这天 绑飞给她喂饭 一步要心打发了餐具 勺子掉落 正好落到男友遗忘的蛋壳 一旦蛋壳被发现 他跟男友都会有危险 幸好小帅眼睛手快 抢在大胡子发现前 一把将蛋壳跟勺子都握到了手里 虚惊一场 小帅找了个借口上厕所 趁大胡子说出餐具 想把蛋壳冲进下水道 然而不管试了几次 蛋壳始终都没有掉下去 频繁的冲水声 引起了大胡子的注意 他让小帅开门 没有抖断回应 就开始疯狂撞门 眼看厕所门就要被撞破 小帅咬了咬牙 一口向蛋壳吞进了肚子里 这时 大胡子也喘了进来 没有发现异常 抱怨了几句 便出门联系赎金 等到他离开 小帅解开小美 温柔地替她揉起了脚 小美的眼神渐渐诱人 趁小帅放松的时候 靠住小帅冲向大门 然而大门早就被牢牢地锁了起来 他只能拿起桌上的手机报警 在不知道位置的情况下 警方定位需要大量的时间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桌上的手枪 就在定位快要成功的前一秒 挂到了电话 显然 他以为自己能逃出去 拿着手枪 威胁小帅交出大门的钥匙 小帅装作配合 甚至小美拿钥匙的线器 一脚死死地抵住了她的脖子 忽一会小美晕了过去 小帅解开手铐 红心将她绑回了床上 做完这一切 一阵剧烈的眩晕感袭来 小帅冲进厕所呕吐 竟然把刚才吞下去的蛋壳又吐了出来 他看着蛋壳一阵愣神 先是大笑 后是痛哭 然而 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能再次将蛋壳吞了进去 敲门声响起 大胡子走进来告诉小帅 小美的父亲已经准备好了书金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转移人质 就在小帅出门准备车辆的时候 大胡子进屋捆绑小美 小美不停挣扎 不小心掉出了之前用来报警的电话 男人一拳打在了女孩脸上 女孩不停求饶 男人却丝毫没有手软 一拳接着一拳 最后甚至逃出了刀 女孩害怕极了 下一次叫出了男友的名字 大胡子停了下来 意识到自己已经遭到了背叛 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墙上的弹头 一番威胁 小美最终说出了一切 等到小帅回来 大胡子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两人迷晕小美 裹进床单 排着她来到了一间废弃仓库 将小美用车锁锁住后 大胡子收走了小帅那把钥匙 接着 两人来到了森林 大胡子让小帅去取出金 小帅打开木板 却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 大胡子一脸淡地的说道 当然没有 这个坑不是装钱的 而是装你的 说完他拿起手枪对准小帅 小帅意识到事情暴露 当即跪在了地上 他跟大胡子聊起从前 聊起了在监狱里 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 吃着大胡子进入回忆 小帅逃走了 然而人终究跑不过此 一声响响 小帅重担倒地 大胡子上前查看 地上却空无人影 不久后 大胡子拿到了全部的书记 回到飞机工厂 准备处理到最后的麻烦 就在这时 重伤的小帅出现了 他一脚放到大胡子 并捡起了地上的手枪 角色呼唤 这次轮到大胡子 讲过去的故事了 小帅一脸痛苦 可最终还是扣动了扳机 小美讨好的妄想男友 求她打开自己的手铐 小帅捂着伤口走出仓库 坐上大胡子那辆 装满书记的车 潇洒离去 另一边 就在小美绝望的时候 忽然发现 大胡子睁开了眼 还来得及 奄奄一息的大胡子 临死前拿出了自己那把钥匙 钥匙就掉在不远处 小美用尽全力 最终拿到钥匙 打开了手铐 走出大门 天气正好 他光着脚走在路上 一低头 竟然看见了一张展西的钞票 往前望去 钞票散落一地 一辆车撞上围栏 走上去查看 正是已经断了气的小帅 小美拖走小帅的尸体 坐在车上放声哭泣 一场荒诞的绑架案 就此落幕 劫匪团灭 小美也失去了爱情 转过头 200万的现金就在身边 他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 深吸一口气 开着车 就此扬长而去 我是小班 期待与你 下期再见